都一兩個月之前的事 沙達阿拉伯多次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訪問沙達阿拉伯 終於成行了 外交部發言人在12月7日宣布 應沙達阿拉伯皇國國王的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12月7至10日出發 而我現在已經是2022年12月7日 和北京時間我早了三個小時 即是用說話說 現在北京下午5點多 所以應該出發了 順道會去沙達阿拉伯尼亞德出席首屆 第一次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峰會 和中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 也會對沙達阿拉伯進行國事訪問 沙達阿拉伯終於迎來習近平了 這就是消息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這麼多 但是重要性我覺得非常大 為什麼呢 現在有很多跡象顯示 沙達阿拉伯想擺脫美國的控制 現在美國的霸權之一 就是石油美元 即是說全球的石油大部份 都是用美元計價的 以及是找數的 因此對美元 因此對美元有一個需求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 開始就不用美元來找數了 尤其是兩日前生效的 就是歐盟加上七個集團 就要對俄羅斯的石油 海運石油限價 這個限價 會導致當然這些國家 就不會跟俄羅斯買石油的路掛 石上就可能會繼續買 但問題是價錢如何呢 天然曉得了 為什麼它只限海運呢 很明顯 他們可以用喉管跟俄羅斯買石油 所以就不計喉管 只是海運 因此 他們歐洲一邊說制裁俄羅斯 一邊其實一樣跟俄羅斯買石油氣 天然氣之類的東西 而其他國家受你所謂 全球的俄羅斯限價 每人都要限價 即是不可以公開用美元交易 不可以公開美元交易 自然就會用其他貨幣 美元、歐元不用想了 扔掉你兩個之後 剩下沒有多少貨幣可以這樣考慮 因此美國自己是減少美元的需求 因為別人都不會跟他買 而對沙達阿拉伯來說 我相信其中一個主要談的項目 就是中國跟沙達阿拉伯的原油交易 轉做雙方貨幣 我相信這個一定會上議程 如果上議程的話 換句話說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買家 就不再用美元計算了 換了用人民幣加沙達阿拉伯的貨幣 都未頂 當然了 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能源交易 雖然計價時是用美元 但實際交易貨幣也用雙方貨幣 這裏又減少了對美元的需求 故此這一次如果習近平能夠做得到 真是跟沙達阿拉伯談點數 我們不用美元的交易 是一個對美元嚴重的打擊 當然了 美國會做些什麼 明暗的手段對抗這件事 我們是不知道 也沒有辦法 估計冰來漲堂 水來就討厭了 到時才算了 而另一方面 我會給大家看 就是德國的外長 走了過去印度 想跟印度說 你和我們一起 制裁俄羅斯 要用限價 看看我能否找到出來給你看 這裡 給大家看看 觀察者 既然德外長 印度重新繼續買俄國石油 還說歐洲比我們買得更多 印度會繼續跟俄羅斯買 也不會用美元計價 因為俄羅斯想過收你的美元 等如爽 你美國一下就把我的美元凍結 我便沒有了 這裡我們看一個細節 這個引號這裡 應該是印度的外長說的 自從今年2月24日到11月17日 歐盟在俄羅斯進口的化石燃料 超過了排在後面10個國家的總和 以印度來說 歐盟在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大約是印度的6倍 天然氣就更多了 因為我們不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 歐盟已經進口了大約500億歐元的俄羅斯天然氣 即使是煤炭 歐盟從俄羅斯的進口量也比印度高出50% 因此你走來你自己可以大量進口 叫我不要進口 這件事做不到 所以我們整個形勢來看 現在美國那邊 它自己就開始開槍打自己的腳 因為打自己的腳就打心口了 將美元的全球需求的意欲減少 另一邊就要限俄羅斯那樣 使得歐洲這個冬天很難過 過到才算 所以祝西方國家好運 我覺得真是現在中西方的力量已經去到一個屋頂 分水靈了 過了這一兩年 我們會見到冬起西落 相信現在都幾肯定了 不要緊張 現在都下個屋頂